本所巡邏警组16日13时20分许 执行巡邏勤务时 于不老温泉区新开路段 杂货林衔等三人 驾驶自小客车载运可一木头 共七大段 继两千多公斤 遂通报领务局及保七总队前来鉴定 为二级木香章 出估四值达上百万元 犯贤所犯案车辆贴上全黑玻璃纸 加装轮胎固定器及锁链马达 以方便拖一木头 并躲避警方追气 增加办案困难度 全案一切到罪及违反森林法 移送侨龙地检署扩大侦办周